现在就算是打了4G也救不了 怎么回事呢 大家还记得吧 去年5月我们高深的跟我们讲说 我们采购了500万G的高端 而且还会再采购500万G嘛 但现在还有超过一半 279万G没有打击 变得很多人打了4G 以为可以出国了 结果还是没有 然后陈时中他就说 新耀刚出来的孝期 就会定的比较短 大家也还记得吧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还展延了 上市之后分批检验之后 会把这个孝期给延长 那但是在本月的20号 会先有一批到期 然后其余的陆陆续续 大概六七月也会过期 然后这句话又是标准的 时中式的模拟两可 暧昧不明 不是没有发生销毁的可能性 就有就会销毁就会销毁 不是又没有 发生销毁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就讨厌这种 负面负负得正 我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会销毁 但也告诉你 没有考虑买那后市的500万G 等于说纳税人的钱 投到水里面啊 就投到水里啦 其实真的很夸张 还不会冬一生 这真的是很夸张 因为当时其实很多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就一直不断的去咨询他 说那请问你 到底为什么当时 我们讲到就是高端疫苗这家公司 他不是有发出重讯吗 他一发出重讯 然后就直接讲说 对我们这个采购合约 已经签下去了 可是再签下去 他公告那个时候 预算根本就还没有过 那所以你知道当时执政长 他就是这样 反正他就报王英上公嘛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呢我现在打算要做这件事情 你们其他在野党的委员都不用来干预 反正我们决定就好了 因为我现在全面执政 因为我现在在立法院 在国会是过半的席次 所以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我觉得真的很荒谬 因为你看到现在还有超过一半的量 没有打 那也因此呢 到时候可能六七月的时候 过期了他就只能去面临销毁 当然他有一个前提 他说没有这个我们高端 目前是这个WHO重点试验的一个疫苗 如果我们在三月底四月初通过的话 搞不好又有一线生机又不太一样了 到时候搞不好我们这个又有机会 来获得了国际认证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段话就是很常听到 因为他会一直不断的画一个饼 然后让你望眉止渴 他一直告诉你说 其实我们的高端疫苗 在国际上是备受重视的 而且呢是可以去做实验 我们也去做这个三期啊 什么都做了 好让大家呢 感觉对于他好像有抱有一点点希望 认为说如果他接下来真的有机会 获得国际认证的话 会不会让我们自己的人民 会对这支疫苗更有信心 甚至他可以把这些疫苗捐赠到其他国家 或是卖到其他国家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但问题是 现在看起来就不太可能啊 就是其实他这些话已经讲了非常的久 那如果说好WHO的认证 他没有办法去通过的话 那势必到了六七月的时候 他就只会面临被销毁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莎莎提到的 你到底为什么要用那种 什么负负得正的那种说法 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 等一下再念一次 不是没有发生销毁的可能性 就很妙就是你就直接讲说 有可能会被销毁 这样不就得了吗 这是很直观啊 就是有可能会被销毁 那再来他开口合约呢 还有五百万剂嘛 但因为现在呢 看起来大家也不太愿意打 所以他现在买再多也没有用 他也不需要再买了 所以陈时中他就直接说 那这五百万剂我就没有再考虑 所以你知道从头到尾很荒谬 国产疫苗我们不是去反对 扶持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大家当然都乐见我们的国产的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事物 他有机会去被扶持 有机会去被国际上面看见 有机会让国际其他的国家来认可 甚至他去购买 我们都希望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但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印象 在那个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就觉得你就赶快去国际上面 把你认证的疫苗 其他厂牌疫苗赶紧都把它收购 能买就买我们所有人没有打疫苗 直接慌张到一个不行 他在那边跟你慢郎中 然后说有啦我们都有在努力当中 我还打电话还写信很忙什么的 不是他在那边讲半天之后 后来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段期间 其他疫苗都没有就直升高端 那时候很多补教业老师超惨 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而且刚他准备开学的时候 对所以那段时间他们就说完了 没办法我就只能够去打高端了 他所有的疫苗都直接给你断掉 我跟妳讲那个心肌真的超级重 就是你真的有必要去做到这种程度吗 然后直到后来大家两季打完之后 发现完了我如果要出国的话 有这些相关需求的时候 我在国境上面的出入会出现问题 他就叫你那你再去打其他的疫苗 这是补打还重打 大家都搞不清楚想说那你到底 就是既然知道刚开始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又为什么硬要去做这件事 而且其实我说真的 当时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在场很多来宾 已经在那个节目上面讲了非常非常多次 一直提醒大家说 大家高端疫苗的二期还没有解盲 可是他就急着要大规模的去做施打 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想清楚 不要随便去做施打 但是我只能讲 因为执政党他掌控了大部分的媒体 可能在这样子的讯息传递过程当中 并不是够大量 所以有些人他不知道 你知道那时候后来网路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网友 他就说他打完之后觉得好像哪里乖乖 反正他就在去上网搜寻了一下才发现没有二期解盲 很惊慌你知道吗 就是他没有去得知所有相关的一个明确的资讯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想想 我这个蔡总统都打啦 副总统也打啦 他们都打包票挂保证了 那我有什么好不能相信的 所以我就跟着去打了 有时候这已经变成一种信仰 就是他如果对于绿营 我信仰他 我支持他 那我觉得他做什么 我就要跟着去做什么 就做完之后才发现完了 他没有国际认证 就整个大傻眼 所以后来一直直到当时的整个过程里面 如果有印象 比方说像陈建仁 他那时候也是说他有做那个实验嘛 本来呢 他也不知道自己打的到底是真高端 还是安慰剂 不晓得可是他那个时候 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说我打完之后 我觉得没什么感觉啊 对啦你看啦 我们国产疫苗就是这样子啊 反正大家如果害怕副作用的话 这个高端疫苗 他就相对比较没有感觉 你根本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 然后你就开始一直鼓吹大家说 他有多好多棒 然后他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 结果后来才发现 他打的就是安慰剂嘛 那你这样不是很好笑 你这样就代表你之前讲的那些话 你不负责任 你就是在带风向 你就是想要让民众感觉说要去相信你 对高端疫苗是好的 然后他是有效的 效力多少的也不知道 但是他每次怎么讲 就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喔 所以我觉得实际所整 这在延伸再长一点的话 因为陈建仁他现在也入了民进党了嘛 当然有些说法是说 他可能要选台北市长也好 又或是小英总统 是不是想要安排他去选2024的总统也好 那我要讲的是 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况啦 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些民众 其实对于当时陈建仁在捧高端 在鼓吹跟行销高端的这件事情上面 是会有留下印象的 当然会留多久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因为陈建仁前副总统 其实他之前给人家的印象不差 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嘛 然后虽然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功成名就 但是他相对给人家是比较稳的一个人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可是因为高端这件事情 我觉得让有些民众对他是有点失望的 所以我觉得或许 会不会有可能去影响到他后续的选情 假设他是今年就想要来出来参选台北市长的话 那我觉得民众可能这一段记忆 他还是会记在心上 之后 有一天 还乐净 这就 Mitar gitti